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希望住起来很有压迫感 不会感觉到那种拘束的感觉 要怎么样才能把空间放大 然后让自己做得舒服一点 傻丫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用放大镜就可以让空间放大咯 我想说试试看嘛 看你这么烦恼 在今天的设计好主义单元 我们就请到个设计达人 教大家如何运用穿透的手法 材质的搭配以及灯光的营造 让整个空间具有放大的效果 在这个低薪高房价的年代 有越来越多人选择不婚不生 在少子化和高房价的冲击下 民众购买小平树房子的需求 也逐年增加 居住空间变小了 但是大家还是希望回到家之后 有一个轻松舒压的下班生活 于是将小平树房子放大 成了许多人改造的目标 像我们在做一个小空间的时候 我们会研究这个空间的构造 然后这个空间的优势 以这个五屏的小平树的空间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它的优势 是在跳高的一个部分 我一开始的手法 就是在入口的玄关这个地方 地平直接做一个跳空的处理 在小空间里面 它楼梯会占据到蛮大的量体 那以这个案例来说 我运用了悬挑的楼梯 一方面它可以造成视觉上的穿透 那我们又在楼梯的下方 融合了收纳的处理 像这个空间里面 我一进门的楼板的部分 我就采用了一个透空的设计 让视觉可以一路从一楼延伸到二楼 同时我在二楼的天花板 做了一个造型的艺术灯 让视觉可以经过一层一层的空间 可以延伸到二楼 那同时从二楼的空间看上来的话 我这边采用了一个强化玻璃的隔屏 在这个隔屏上 其实我用了实体与虚体的一个对比的处理 让这整个空间具有层次感 而且有放大的空间的效果 像我们除了刚刚提到的 镂空与穿透的手法之外 其实我们也常常运用一些 镜面的材质与水平线条的手法 来做整个空间放大的效果 举例来说 其实像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 常常也运用到这样的一个手法 我们常常会建议瘦的人穿横线条 以营造它一个膨胀放大的一个效果 那胖的人我们就会以直线条建议它 衣服的搭配方式 其实这样的手法 我们可以运用在整个空间里面 橫线条可以来带领整个空间 达到一个放大的效果 我这个线条从玄关这边一直延伸到主卧室 那在电视墙这边的话 其实它做一个上下镂空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线条它五行之中 其实它会产生一个层次感 从客厅其实可以观察到后方的一个动态 为了营造餐厅与厨房 它是属于一体的空间 我在天花板上用了镜面不锈钢 与钢琴烤漆木纹的材质 做它一体的成型的处理 这样不但在整个造型上 及空间上有一体的感觉 同时它也形成了一个大气的质感 主卧室的整体规划上面 我们在床头的设计 我们用了不同色块的堆叠 在这个色块堆叠 不断往上堆叠的过程中 我们视觉可以慢慢的往上延伸 在这床头的边框上面 我运用了一个镜面不锈钢的材质 去做它一个包覆处理 在这样的材质包覆处理之下 我们也可以提升它整个房间的大气质感 以这个老屋来说的话 它属于老屋的高楼层 所以它原本的采光就十分充足 它又有膝塞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里运用一种手法 就是说把原本的窗户 利用木座的收纳柜去做一个阻挡 以这个木座柜来说 其实像我们设计这种流线型的流动的线条 其实它在整个动线上也可以引导 让整个空间变成放大的效果 那在木座阻挡的情况下 我们又在玄关柜采用了透空的设计 在这样的设计之中 就变成说其实外面的光线 经过这个玄关 透过这个透空的设计 其实光线还是可以流动在整个空间之中 以这个空间来说的话 平常屋主蛮多朋友来访 那它可能需要蛮多的座位区 一般我们传统的餐桌 可能容纳的量大概只有五到六位 或是八位 那我这边利用和式的一个折叠门 我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座位区 这个折叠门它有个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完全收纳在墙边 完全的把和式这一区开放出来 在我们这个餐桌挪到靠和式这一边的话 其实它就可以形成一长排的座位 在和式这边 里面因为有光线的穿透 所以无形之中整个空间又显得更放大 其实我们还可以运用一种透视角度的手法 来营造整个空间放大的效果 以这个案例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所有的线条 以后面这道墙做一个放射状的处理 在原本直角的墙面上我切了一面斜角 无形之中公共空间变大了 也营造出整个透视的角度与放大的效果 其实我们之前提到的手法 我们就把它运用在这个办公室的设计当中 这个落地砂帘与天花板的造型灯饰 这些元素综合起来 其实就可以营造出时尚与大气的氛围了 有人说家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 我们今天看到两个设计案 都是以家人的需求量身打造 我们对于家的情感就是特别的浓厚 而这样的情感也在家里 尽尽的守候住在里面的每一个人 别忘了继续收看设计家正常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看节目回答问题周周抽好礼 10月好礼 意识江南咖啡机周周送给你哦 即日起至10月28号 相亲请上设计家网站 本周题目如下 本集影片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 有点赞